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研习《道德经》第41章 这一章有很精彩的内容 一些重要的启示 我们来探讨 等一下我会用另一个角度来诠释这里面的深意 所以不是用一文解字 不是在那里解释文字 白话解释我已经写出来了 但我们等一下要去探讨里面的深意 为什么上诗文道勤而行之 而下诗文道大孝之 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 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 起 第41章 下诗文道大孝之 上诗文道勤而行之 中诗文道若存若亡 下诗文道大孝之 不孝不足以为道 不见言有之 明道若美 近道若对 一道若对 上诗文道大孝之 上诗文道大爱若辱 广得若不足 见得若通 智得若语 大方无语 大气管成 大应西成 大象无形 道理无名 抚慰到 善待且成 第41章 白话解释 上等更新 心灵体质的人 一听闻道道 就会马上效法 勤奋必行 中等更新的人 听闻道道 不会排斥 但也不会珍惜 可有可无 下等更新的人 听闻道道 不但不会珍惜 反而家里嘲笑异谈 如果下等更新的人 不嘲笑道 那就表示这个道 也没什么全妙的 所以不知迷道者 对无道情道之人 做一下情容 真正经道的人 与世无争 看起来好像愚昧的人 静静修道的人 不断放下各种执着抓取 其人看起来好像逐渐在废谷 真正在情道的人 示范不归正的人 看起来与世主人没有两样 上等恶心的人 没有任何傲慢 总是趋怀若骨 心地洁白如太阳的人 还是会遭受取多辱骂 具有广大革新的人 看起来好像还有很多不完美 明道建核的人 外表看起来没那么积极 好像很偷懒 实际在情道地和的人 并无拥有其他人 兵无拥有其他人 看起来好像善恶一样 信仰康大的人 其心无边无际 没有界限 对国家 对人类都有真正伟大贡献的 动良制裁 通常都要进行较长岁月的磨练 能唤醒世人的伟大声音 在这世界很稀有 极大的宇宙根基 通常都要进行较长岁月的磨练 无心无相 真正在养育众生的伟大的道 是莫莫无恶的被世人踩在脚底下 真正得道之人 不会自我炫耀 我是得道之人 得道之人与到底一样 只是无恶无私 无条件 无所求 默默地奉献付出 成就终生 这一章是在告诉我们 道的深奥奥妙 但是它又很浅显地 遍一切处都存在 一般人因为习以为常地认为 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这个道是很奥妙 包括这个像日葵 它都含有很深的启示 都值得我们学习 有的人他认为 这个没什么 这个哪里有什么好学习的 我要去学那些什么 又深又玄又奥妙的一些法门 或是去那里练什么 十八般无一 练什么气功 那个才是重要的 那才是厉害 这个没什么 你跟他讲说 这个里面充满宇宙的智慧 充满宇宙的科技 他会大笑之 笑你这个人 你头脑有问题 这个没什么 但是 当你用心深入去看 你会看到 哇 这个像日葵 他竟然这么的奥妙 你越看 你会越震撼 以前 我们走马看花的看 肤浅的看 外表看 觉得他没什么 当你深入去看 用心深入去看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的组织构造 是那么的奥妙 一两千个的葵瓜子 他排列的 非常的奥妙 充满了艺术化 不是乱排的 你看 他那个排列的次序 很奥妙 当我越看越震撼 哇 大自然 怎么这么奥妙 连一个像日葵 都充满了 艺术 神韵 生命力 他都在跟我们讲 宇宙道的奥妙 创造力 艺术化 当我越看越震撼 但是 我们跟一般人讲 这个像日葵 都很值得我们 参考学习 他里面有很深的启示 有的人 他听不懂的 他不喜欢这方面的 他觉得 你跟我讲什么 明天股票 哪股会涨 这个才是重要 其他那个不重要 他会对这种大笑之 他会跟我们讲 你要告诉我 怎么样去赚越多钱 这个才是重要 怎么让我功成名就 怎么让我学骗 十八班武艺 那个才是重要 他觉得 你看这个像日葵 这个大自然 这个没什么 所以 你看 这就是人的根性 物性 前面这样的引言 大家现在在读 这一章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是 等一下 后面 我要讲出 一般人不太容易 体会到的 你们不要随便大笑诗 当然可以开怀地笑 你有所体会 可以开怀地笑 但是不要那一种 瞧不起的那一种笑 等一下会告诉我 你是什么样的心灵品质 请大家一起掌声一遍 起 上世文大 行而行之 中世文大 若存若亡 下世文大 大孝之 不孝不足以为大 上等根性 心灵体质的人 一听闻道道 就会马上笑话 勤奋必须 勤奋必须 中等根性的人 听闻道道 不但不会珍惜 反而家里嘲笑 提满 如果下等根性的人 不嘲笑道 那就表示这个道 也没什么全要了 这里有分出 这里有分出 所谓的上等根性 上世 中世 下世的这种区分 这个是 有关一个人的心灵的清净度 跟污染度有关的 心灵污染越严重的 它就越是物质化 现实化了 心灵越清净的 它就会越重视 心灵的层次 悟性就会越高 这个不是说虚妄分别 就像一个流水 流水有清净的流水 有中等污浊的 有很污浊 甚至有毒的水 那个就是有关于污染的情况 这是一个客观的叙述 现在我们就用植物 它无眼的视线 来跟大家分享 植物对地球 对人类 对万物 有什么样的贡献 前面都有提到过 我们要来到道法自然 要以大自然为师 渐显时期 那这一节呢 协助大家体会植物的 无眼视线 你不要以为植物 它没有在做什么 它不重要 植物 它在做无眼的视线 以身作则 做出道的特征特性出来 我们有没有用心去看 真的 你没有用心认真去看的话 你觉得它没什么 它也不动 我踢它 它也不会叫 我砍它 它也不会痛 那是因为人类错误的认知 所以就在践踏这些植物 事实上植物一样 它是伟大的心灵 生命体 都值得我们尊重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来向它们 解写缘 这个可以 但不要为了挥霍 为了吃喝嫖毒 为了去跟人家攀比什么 然后去砍伐它们 去蹂躏它们 压榨它们 然后得到更多的金钱 去挥霍 这样就很不应该 植物 灌物会供应 我们生命生活的 基本所需 这个没有问题 但不要去糟蹋 不要挥霍 我们现在重新来认识 植物它的无眼视线 告诉我们是什么 第一 我们先来看 植物保护水土 前面这几点 大家都比较容易体会 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去见险施起 我们现在来看看 大家在大自然之中 就容易看到 植物它的根 都在保护水土 这个不需要 什么迷信 不需要什么 特殊的强调 它是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 有没有用心去看 我们的土地水土 要保持植物 它是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这个地方 都没有植物 都没有草 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就会很快速的恶化 所以我们要去看到 植物它是神圣的生命体 你不要以为它不动 就瞧不起它 它跟人一样都是 伟大神圣的生命体 植物本身还是一样会动 只是它没有移动位置而已 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 珊瑚是动物 只是它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然后它一样 它有感官 有触觉 它会捕捉一些微生物 来作为它的食物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当它慢慢死亡之后 它的躯壳就变成为珊瑚礁 所以要知道 动物有的它不动 有的它不动 它一样在过它的生活 植物它在原位不动 但是它一样都有在动 所以大家要知道 植物一样都是伟大神圣的生命体 然后我们要来看 我们的生命跟植物的生命 我们对地球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真的要站在一个 很客观超然的角度 如果这个地方缺乏水 缺乏植物 这个地方就会成为沙漠 这是前段期间 到内蒙俄尔多斯那边去考察 到沙漠地区去看 真的可以很明显的对比 有沙流巩固的地区 有植物巩固的地区 那些沙它就会固定 固定下来之后 慢慢的植被草就会长出来 动物也会回来 像这些人所在的地方 跟后面那一重树 所在的位置 落差大概两米 但是要知道 这个之前 它是平的位置 是同样的高度 但是因为种下的那些树 死掉了 死掉了之后 这些土壤得不到保护 结果就流沙 风一吹就飞沙走石 很快没多久 就把那些沙刮走了 所以就形成这么高的落差 所以大家好去体会 你看光是一重的沙流 它巩固十平米以上的范围 它就能够保护住 所以我们要了解 如果没有植物 来保护这个水土的话 土壤很快流失 不要随便砍发 植物它 自现出来的美化环境 发挥它们的生命 在美化环境 同样一棵树 跟我们比起来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这些树 包括像这个樱花树 它在美化环境 旁边的松柏一样 它们都在美化环境 然后问我们自己 我们到哪里 我们是在美化环境 还是在污染破坏环境 你看这些郁金香 樱花 还有兰花 玫瑰花 它们生命的存在 都在庄严美化这个世界 它们都在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让我们大家的家园更美好 大家好好去体会 植物它们在发挥 它们的生命意义 问我们自己 我们能不能也做到 我们到哪里都在保护生态 我们到哪里都在美化我们的家园 到哪里都爱护它 这就是我们要跟植物 看起学习的 植物一样发挥净化空气 净化水源 大家一起朗诵 你们印象才会更深 起 净化空气 净化水源 食物它们在发挥它们的生命 我们看这几张 大家看看 人类扮演的角色是在做什么 污染空气 我们开着豪法的交车 在那里舒服的享受 但是我们所做的人 有没有排除废气 那我们排除的这些废气 是谁在帮人类消化这些废气 是植物啊 不是说人类制造了这些废气 人类本身能够负责去消化 不是这样 人类制造的这些废气 是大自然在帮人类消化 是植物在帮人类净化空气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体会 大自然对我们的爱 对我们的照顾 你看人类开着大小车 一过就是像那个 说污结也不太正确 因为污结它们喷出来那些 不会造成海水有毒 但是人类所排的这些废气 你看都一直让我们 清净的空气受污染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植物它们在地球上 在发挥的功效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跟植物看起学习 让这个世界的空气 越来越新鲜 让这个世界的环境气候 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风调余顺 你看这些水生植物 要知道它们在成长的过程 有没有在净化水源 植物它们会帮忙水净化的 有些家园的设计 它们就会把家用的一些水 包括发粪池排出的一些水 它们有的是成为植物的肥料 有的它会把它集中到一个 所谓的沼泽区 一个湖泊 然后里面种了植物 然后让植物去净化 净化之后再让那些水排出到河流里面 这样不会污染 植物它们净化空气净化水 这是我们这附近的生态区 种很多的水生植物 一方面它们本身也在成长 开花结果 一方面也都在帮忙水的净化 让世界更美丽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植物看起学习的 不要只是在书本文字堆里面砖研 不要只是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一直用某种方法在那里练功夫 然后练出认为自己很厉害 大自然的无言 视线 我们要去读得懂 当我们心灵越净化 我们一样 可以让我们的生态环境 恢复蓝天白云 恢复水云的干净清净 当我们越是这样在做 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 就会越好 它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请大家一起朗诵 祈造新鲜氧气 三大分多金 你看植物 它们就是这样 都在制造新鲜的氧气 帮这个社会吸收二氧化碳 净化空气 为什么很多人 他喜欢到公园 植物园 或是到大自然 到森林中走 因为在植物园 在公园 在生态环境好的地方 在森林 你可以感受到 里面的空气怎么样 很新鲜 你会感觉到人很舒服 身体有病 心理郁闷苦闷的人 你到大自然里面去浸泡 大自然会帮我们疗伤 会帮我们净化 因为它们散发出清净的空气 散发出分多金 对我们生命都能够起到 疗伤净化的作用 你看 是它们在呵护人类 在照顾人类 所以人类真的要会去看 万物 植物 它们在地球上的重要角色 不要光只是会享受 享受之后 然后又带来一大堆的垃圾 污染破坏 真的不要这样 我们到哪里都要去保护 一方面体会 那些植物 它们对地球的保护 对地球空气的净化 散发生命分多金 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破坏吗 会不会 不会去破坏的 你会去爱护 而且会所谓的见显思起 我们也会去想到 我们到哪里 也都能够让这里的气氛更好 我们到哪里都是释放正的能量 我们到哪里都带给这个地方 幸福快乐 和平和谐 不是用我慢 去瞧不起别人 去制造对立冲突 不是那些 要用爱 你的爱心 你的爱就是你生命的分多金 到哪里要把我们生命的分多金 来散播出来 让这个世界充满祥和和谐 让上一遍 起 你看 这是水蜜桃的树 你认为它没有什么 你瞧不起它 但是它却每年 结出很多的水蜜桃出来 这就是它生命的成果 当我看到这些果树 看到一棵木瓜树 你看它树上挂着至少四十个 当我看到它们是伟大的生命体 我不是把它们当作无情的植物 我是看到一个伟大的生命体 它们在成长 在进化 在开花结果 然后把成果又是无条件 无所求地跟我们分享 我看到这些 我都跟它们看齐学习 问我自己 我能不能跟它们一样 我跟它们不同的 只是我会动来动去 那我能不能跟它们一样 每天就是在回馈这个世间 我们生命存在的每一天 都在为这个世间 为我们的社会注入正向的能量 都在为这个社会加分 为这个地球加分 所以一样 我跟它们看齐学习 当我生命成长 只要我心打开 大自然的能量 天地的能量 天地父母的爱 自然就会让我们不断地成长 成长到一个阶段 就会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 我问我自己 我们能不能像它们一样 把我们甜美的成果 无条件 无所求 跟众生分享 它们都是我 伟大的善知识 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把我的老师 介绍给大家认识 这就是要道法自然 大自然它的无言视线 并不是它没有在做什么 不是嘴巴跟你讲 它有多大功劳 它做多伟大事业的人 你才去羡慕它 敬佩它 而那些默默在做 从来不跟你鞠躬 不跟你炫耀的 我们看不到 就不知道感恩 所以要好好地用心去感受 这些果树 它们都把它们的成果 跟我们分享 五穀杂粮 都是这样 天地的话育 然后这些成果 都用来滋润我们的生命 养育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能够有收成 有丰收 真的要好好地深度去探讨 背后是要具足 哪些因 哪些缘 你越深度去体会 你才会懂得感恩 当你懂得越多 人才会从刚硬变成柔软 才会从抱怨变成知恩感恩 你越深度去了解 就像那个道骨 他越成熟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越弯下来 你懂得越多 你就会越柔软 越谦虚 越懂得尊重 越懂得感恩 当你越深度了解之后 这一章后面所描述 所形容的 行道之人 他们会呈现出 神明的心灵品质 大家就越容易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